内鱼真的不能没有何老师发布会上总裁不慎落水 欲水则发欲水则发来奖赏给他 在公布Jesse的成绩时突然被亲了一口 吸引到了 他吸引到了我 当提词器给的词不恰当时 他临场发挥一段词 其实我感同身受你们的激动 虽然每年的决赛我都会见到这么多的观众 但是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 我还是从心里感到深深的震撼 再次欢迎各位 欢迎你们 在一档音乐节目中 因为林子祥老师声音叫小 在场主持人没人能听清 然而和老师却能流利沟通 我跟你做生生不息的时候 林子祥大哥经常都是 有时候和老师问他 你喜欢吃这个尖椒炒蛋吗 我 我 你都能听到他说啥回话 我根本我远远的 我都根本听不到他说什么 我一句都没听到 是吗 你先什么 唯一是 听见他嘴行猜 当主持人提此本事零食 没有 实在不好意思 教皇老师的掌上电脑死机了 何俊 你确保你能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吗 当然 因为我们除了有最高端的科技之外 我们也有最原始的手段 老师给您 一给任达华饼说他可以拿下台 给朋友们分享时 任达华没拿稳掉了几块在地上 这时何老师立马说 你还留几块给我 你还留几块给我 不仅化解尴尬还逗笑观众 大家都下台后 他还认真的把地上的饼一点点捡起来 游戏中本来是快乐家族接受重罚 结果工作人员不小心 误砸得云设这一队 快了快了 你们这一下子砸坏了 我们春天天上映的电影 手中十九代的男一号 何老师一句话原厂 何老师这是我们大本营的柱 这个叫碰口才 谢谢何老师 谢谢大本营 谢谢谢谢谢谢 再砸两件吧 再砸两件吧 好吗 何老师是很温暖的存在 他这辈子帮得太多人 太多年轻人上一个大本营 何老师觉得好 他就会给人家推荐 何老师也没有 目的他就是善良 你永远可以相信何炯的主持能力 这些年来可能会遇到的一次对自己的最大的欢迎 就是咱们节目的第三期 把妹是新春 把妹是新春 每个人都要找到十秒钟 停停停 停 太让我失望了 我宣布今天并没有超次元欣欣产 对我来说 那个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词 我觉得我做得非常非常不好 我不是怕你们看到我的冲动 我特别怕这个节目封出之后对你们有一点配合 是你心里最内心 王鹤蒂素人选秀时面临淘汰 何炯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 写的 说实在 空上的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的设计 他有一个半死不活的 王鹤蒂留在队伍 但是要戴一个面具 为什么要让我当个面具在那里 何老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让你骄傲的王鹤蒂 你不再只是勉勉强强可以留下来的那个男孩 你现在是热播剧的男一号王鹤蒂 我为你骄傲 参加快乐男生的姚正外卖送餐 何老师短短几句话 化解了他的窘迫不安 就是我当时碰见他 我抱一下打招呼 然后他说你特别闷暖的话 他说你好棒啊 这个品牌我听说过 也没有加他微信 然后他追着我加了微信 何老师是多少人的救星啊 唐国强老师叫何老师为何灵时 何灵 他刚知道我叫何炯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秘称 当李荣浩写福字多写一个点时 不好意思我带来 福写出来 为啥 福多了个点 太满了哥 太满了 何老师一秒化解尴尬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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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我看了你 哦 没有 我来了 三位大勋吐槽合作过的导演时 这地方明明是导演让我哭迷 最后承担结果的时候 明明是自己的 那肯定是怪导演 那他让我过 他应该是说他上一部电影就是好拍的 小童听老师说香槟杯结婚用 感到不知所措时 小童你结婚的时候 结婚先不提 先极光之恋 我们收拾再过记录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两杯 朋友轮导演送给宋茜一支口红 不料刚打开口红心就掉地上 李时和老师一句话缓解尴尬 不用简单 这是很好的一个预兆 这个舞台大红大死 韩寻舞台表演时不慎穿包 很想哭一会儿 何老师的空场能力太强了 还被感动的观众 把你们的左手举起 刚才有发现 有一个镜头 我们的光收完了 然后工作人员的腿有一点穿帮的 把右手举起 然后觉得这个不影响 你们对这个作品的完美 百分百的支持的 请鼓掌 女嘉宾在节目中说错话 她是说嘉宾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 是不是 对 好吧 包贝尔直言说 不喜欢自己的小孩 我问你什么特别喜欢你的小孩 让你发现不是 我等她的意思 我等她妈妈因为怀胎十月 更感受深一点 做父亲第一眼看到那个小孩 就是从天而降的礼物 就是有陌生的感觉 对不对 她真的帮助了很多人 第一次录一个综艺 就是夸了大阪 当时我什么都不是 何老师是用尽她的办法 去cue我的名字 这三位呢 非常努力的年轻人 大人 哈喽 哈喽 蓝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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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调了啊 真不贴 不怪你不怪你 不怪你 真的 不只是我还有每个位都要告诉你 要怎么能忘记 是的 男性可以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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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安慰 情消贤 让人破防 我们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会发现有的时候 一天下来 不是自真正的自己 出门之前都会跟自己说 那今天又要开始了 回来的时候才是你自己 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是内向的 但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 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 更加活泼的自己 我觉得你不要难过 也不要觉得自己好辛苦 你要为自己骄傲 当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自己 力所能及 甚至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呢 说明我们被需要 我觉得被需要是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只要不丢了自己 有备和老师这段话抽到 我每次都很想约他出来 但我每次都没有勇气 他觉得会我很忙 他会给我添麻烦 对 我会想很忙 但想太多了 他就是要做减法的人 你要学会一个词叫 顿感力 你要对很多事情 不要那么敏感 你顿一点 你慢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接受 讯息太多了且繁杂 而且很重要的是 那个讯息不见得 是直接渠道来的 如果你都很敏感的话 很有可能 你会被误导 这一系列讯息里面 有多少是你真的问过我了吗 所以顿感力是能力来的是 要学习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对一些讯息 是天生的敏感 我替别人尴尬的事情又犯了 难怪何琼老师的下巴都快下掉了 哦好 今天晚上我是危险 但是此刻在这个舞台上 能被势均力敌的人认可 才是最高的评价 就他一句 何老师是我这么多年职业生涯中 唯一的一个假想 如果我想做得更优秀 我只想打败一个人 你是定海神针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只问了节目组一个问题 我说是何老师控场吗 他们说是的 那就行了